大家好,想分享关于这个O跟AU在梵音Sanskrit的念法 在梵语Sanskrit有14个母音 5个是短的念法,5个是拉长的念法 4个都是拉长的念,没有短的版本 这四个特别要记得拉长来念的是 E,A,I,O,AU这四个组合 每当我们看到这四个母音的时候 在梵音里要自己记得拉长两拍 就是拉长Tumatras来念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O跟AU的上面没有打横 不像这个在左边这个Five Long Vowels 它这个字母上面有横 所以就算我们看到OAU这个字没有横的时候 也要记得拉长两拍来念 这个O字在梵音里跟英文的O的念法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翻译这个O念法是 O O 跟英文的O O O MNOP O字的念法是不一样的 就是英文念O的时候 有时候会在尾端那边滑去U形 可是翻译这个O的念法是 一直保持O没有滑去U 这个翻译的O这个念法 反而有一点像日语的念法 就是Japanese的念法 日语的母音 O I U A O 这个O 就像泛音这个O的念法 可是这个要记得在拉长两拍来念这个翻译 O 在泛语 瑜伽这个字是怎么念的 因为瑜伽这个字Y O G A有这个O字 当我们有这个O字的时候 要记得自己要自动的拉长两拍来念这个O YOUGA YOUGA 它不是像英文这样念YOUGA 它不是YOUGA 它是YOUGA 就是嘴有一点点往前DU 可是那个口DU的那个口型就一直保持开了在那儿 它不像英文的O那么大 它大了之后在后面又缩小去U 叫YOU O 不是这样 它是O 翻译的O 拉长 然后没有滑去U 在任言咒第一会出现了几次这个有O字的字 例如当我们说到李静世尊世界蒙音的时候 这个李静这个字NAMO就有这个O字了 虽然那个O字 这个母音我们看到它O上面没有那个横的那个来提醒 我们要拉长来念 可是这个我们需要把它背起来 就是看到O字形 这个字母是我要自动自己拉长两拍来念 所以李静是NAMO NAMO NAMO AU这个母音的翻译念法是 A是小的A口型 因为它不是A上面有一个横的那个大嘴巴那种R 它是A小口型 所以念完A滑去念U 所以是O 嘴的口型是成E型 差不多是E型 好像123是那个E的那个形状 就是说嘴角跟上唇是直的 然后A的口型是小 它不是A 它是小的A 然后滑去U U的时候有一点点 嘴巴向前多一点点 O O 在泛语里有用到 AU这个字的有两只脚 两只脚 这个2ft的这个字 PODDLE PODDLE 你可以听到我的A 因为前面的A上面有个横 所以那是大R 除了大R 还要在拉长两拍来念 后面的AU反了 那个A上面没有横 反而是小的口型的A PODDLE PODDLE 在楞研究第四会 出现了这个金刚桶子 这个桶子 K-A-U-M-A-R-I A-U这个母音组合 所以当我们看到有AU这个母音组合的时候 要记得自己自动拉长两拍来念它 虽然我们看到这个AU不像那个M-A-R-I上面有一个横的标明 提醒我们要拉长 可是这个就是需要背起来 AU这个字需要拉长 来念两拍 先说短的A滑过去再说短的U K-U-M-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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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